我們所說的在聖靈的能力中 為人清理黑暗屬靈的權勢 黑暗的勢力 有很多人在經歷聖靈之後 為人祈禱 很驚訝聖靈會將人生命中有的邪靈影響 即是彰顯出來的 這是我自己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很驚訝發現的事 因為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情況 當時有一個年輕人 他很熱心、很熱切 很熱切參加我們的聚會 是很興奮、很開心 我有一次報告 我聽到有些人契過觀音 或者契過其他偶像需要釋放邪靈 他就告訴我 我小時候已經契過觀音 我就跟他趕邪靈 趕邪靈的反應是我完全想像不到的 他就像刨敲的獅子 那時的地板是一些膠的地板 就落了納 他的手指在地板上刮 刮到手指都黑了 我跟他趕邪靈 這是我第一次親身祈禱 釋放邪靈的時候所遇見的事情 之後就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大家看這幅照片 這個年輕人 是我在聚會上 跟一些人按手祈禱 當時也有很多人 可能將近一百人 我跟他按手 他立刻硬了 整個人硬了整個人跌 硬的跌和軟的跌是不同的 軟的是人柔軟的 但是他是硬了的 他就立刻跌在地板上 然後他的手也硬了 現在看到他的手也硬了 他的手指也硬了 他就很害怕 他的手不能動 我就跟他趕邪靈 然後叫他將生命毀身給神 當他願意毀身給神的時候 他忽然就鬆了 他還在那裏開心 你上網看影片 在《恩賜牧師》會看到 看見他就很讚美神 他說天上有三個手掌 因為天使在那裏拍掌 當他將生命獻上給神的時候 這是我其中的經歷 亦有不同其他經歷 我想說一下 例如我們為人祈禱 例如你的鄰居、你的親友 一有邪靈 有時有不同的人反應 尤其在已經參加教會的人的 反應更加強烈 為甚麼呢?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可能有邪靈 沒有理由會受這些影響 所以他很難接受 而且教會的人會很難接受 而且有些人已經覺得 邪靈這件事是聖經時代的 而今天沒有的 有些人一聽到邪靈 是完全拒絕的 覺得基督徒不會遇到這些事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謊言 其實我接觸過一些傳統教會的人 他們都相信有趕邪靈 但有些基督徒是不相信這件事 是否定這件事 覺得是不可能的事 在這件事 在你身上來說 譬如你使用聖靈的能力 為人按手祈禱 醫病 帶他信主 幫助他靈命 有時偶然會看到有些人 是有邪靈的彰顯的 其中有一次我在一個傳統的教會 我們幾個人一起圍圈祈禱 接著有一個人又是立刻硬了 我看著他眼睛 奉耶穌明桿裡面的邪靈 我一趕的時候 他就叫得很大聲 這是一個正在參加教會的人 但他裡面也有邪靈的彰顯 但我想說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所以這件事不是一個 好像是人都有 其實我們不是說有耶穌的人 就會有 其實有耶穌的人應該沒有 不過有些人 他們不聽話 他們沒有聽耶穌的話 所以耶穌依然的生命 是跟耶穌很大的距離 沒有處理生命 沒有處理他的罪 或者他以前拜開偶像 沒有清理 那時候他就會有邪靈的影響 邪靈的影響也有時候是怎樣呢 他祈禱、讀經 是很難集中 思想很難集中 也有時候混亂 精神病、情緒病 和邪靈是兩回事 不過很多時候是貓公仔 很多時候會一起有的 他不一定有精神病 一定有邪靈的影響 不過機會是比較高的 因為他有精神病的 心靈軟弱 我自己試過一次 去青山精神病院去探望別人 我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我一走進那門 那時候的門開了 我一走進那個區域 一探望別人 好像碰到一個隱形的東西 一碰過了 為何會這樣呢 我當時探望一個人 他有一個朋友在一起 我又跟他一起祈禱 兩個人都在聖靈裡面 是很強烈的彰顯 看到那個隱形的一個人 他沒有說有邪靈 但是他有精神病 都可以容易被邪靈影響 因為他的思想混亂 所以比較容易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懼怕 另一個極端 就是有些人 有些靈欣派裡面的人 他們都會說 什麼都有邪靈 什麼都有沾染 甚至有一個極端 就是你不可以接觸其他人 你不可以出街 你不可以跟這些人做朋友 不然你就會沾染 就是時時都說到沾染 有些人會很害怕 但是耶稣很清楚地說到 我已經設給你權兵 可以踐踏蛇龍蝶子 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門的什麼能害你們 所以基督徒如果跟神關係好 以及處理生命 是不需要懼怕這些邪惡勢力 他如果有的時候 他是親近神 以及處理生命 多祈禱 自然會清理 但有些人就好像說到 好像你清潔也無法清除了 而且有些人說到 你出去跟別人說邪靈 或者你去宣教 你就會有沾染 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令到有些人很懼怕 首先我們在這裡說 沒有清除的邪靈 是會難受人的靈命 帶來疾病 或者影響人的思想和情緒 因為邪靈是不會做好事的 它會影響人聽到不好的聲音 有負面的情緒 當他不開心的時候 是容易有身體的毛病 容易整個人受影響 結果睡覺不好 經常都精神緊張 精神錯亂 在這樣的情況 他的身體是會受影響的 所以我們自己本人 如果你本人時時有負面情緒 時時又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很多時候會做夢 會有睡覺鬼擇 有邪靈攪擾 應該不是時時 有時有 你都需要清理 你都需要建立和神關係和處理 有時我們幫人經歷聖靈 他們生命改變 但有邪靈的彰顯 可以造成被人批評的藉口 他們以為我們會祈禱帶來邪靈 其實是聖靈將邪靈彰顯出來 這是有些人所說的 他們在網上也有一些牧師 裡面有一個機構比較活躍 在這方面 他們訪問一些人 那些人去過靈恩聚會 然後有邪靈彰顯 但是我們很明顯 就是我們跟別人說邪靈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有邪靈彰顯 有些有 有些沒有 而那些人去過之後 彰顯了沒有清理 他就找那些人說 你去了靈恩聚會帶來的 其實這個變成一種無縣 就是一個不合理的控訴 我亦都跟主領的牧師 我跟他溝通 他跟我溝通的時候 他都說你真的很偉身 愛神 服侍神 我說是呀 我是很偉身 但是他覺得我裡面有邪靈 我說那你跟我說 他又不肯 我說你叫一群牧師 牧師在一起 全部在一起 他又不肯 有一種說話 我聽過有一個人這樣的說法 在他們的宗派 他們的宗派是時時都這樣說的 凡是經歷聖靈 有聖靈擊倒 按手祈禱 那些全部都有邪靈的 他們就有一種說法 就是這些人 那些牧師 他們很厲害的 你跟他們趕不出來 那些邪靈趕不出來 他們有邪靈 不過你趕不出來 但是這個說法是很不合理的 為什麼呢 就像那些道士很有邪靈 他們越強的道行 越容易趕邪靈 因為他們的邪靈 裡面是有邪靈的 所以一定會趕到的 如果聖靈充滿的牧師 每個都是邪靈充滿的 沒有理由他們跟他們趕不出來 因為他們趕不出來 但是找一些 無法清理邪靈的那些 他們就趕得出來 他就由這件事推斷 就是說聖靈的聚會 其實是帶來邪靈的 他們也說沒有理由跌倒 但是聖經裡面有 約翰和保羅 都是看到耶穌跌倒在地上 就是神的能力 他們就有不同的原因去反對 這是非常可惜的 在基督教會裡面 不過也有很多教會 他們沒有走聖靈的路 但是他們不否定我們所經歷是聖靈的 他們沒有否定這件事 我以前是一個中派侍奉 那個… 他不是叫會長 不過大約的意思是會長 他一次有醫院 他們不接受我聖靈充滿的 他是有抗拒 但是他不否定這是聖靈的工作 那個會長請我為他按手祈禱 他如果覺得邪靈 他怎麼會叫我這樣做呢 所以其實他不是 不過他們的宗派是不接受的 有時候我們幫人趕邪靈的時候 可以造成一些被人批評的藉口 所以我們應該盡快幫他清理邪靈 譬如同仁祈禱 有邪靈章顯 盡快和他清理 清理邪靈不是只是趕邪靈的 是和他處理生命 建立和神的關係 就是留意他生命中有任何的破口 讓他知道有邪靈在你裏面 不是好東西 一定會造成破壞 那你想不想清理 那你怎樣做可以處理 我們盡快幫他處理 這樣就不會造成一些被人攻擊的地方 第二點就是 耶穌賜給我們權兵 完全性的魔鬼的權勢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任何的攻擊沾染 如果基督徒在罪中軟弱中 他是可以被沾染 不過如果他是親近神 他是處理生命的 他時時討厭他不會被沾染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教導 令到很多人懼怕 我們記實這些以下的經文 馬太十二章二十六節 一起讀 若撒旦趕逐撒旦 就是自相紛爭 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 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人怎能盡壯士家女搶奪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這裏說到耶穌趕斜靈的時候 有些人說 你是靠鬼王趕鬼 耶穌就說 如果撒旦趕撒旦 如果我是靠鬼王趕撒旦 那麽時候他的國就自相紛爭 怎能站得住呢 但如果我是靠神的靈趕鬼 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身上 我怎能盡壯士家 這個就是魔鬼的家 搶奪他的家具 就是把這些人釋放出來 除非我先綁住壯士才能夠搶奪他的家財 所以說耶穌是勝過了魔鬼的 一起讀一下 老家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權兵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活有甚麽能害你們 這要很清楚 我希望大家記實記實 斷活有甚麽能害你們 如果有人說 你又被尖艷了 那你就說我信耶穌 我親近耶穌 我處理生命 你還未處理完 你說耶穌幫我 讓我更多感恩 雖然可能有情緒 但你說我盡量感恩 我盡量依靠神 我盡量遵從神的吩咐 當你這樣的時候 神一定會幫你 祂不會容許你 你還未清理完的情緒 那你就會有邪靈 如果這樣的話 基督徒有很多人都可以有邪靈 凡是真心聽耶穌說的人 耶穌是會幫助他 有權力踐踏蛇和蝶子 其實基督徒是可以有權力 去跟別人說邪靈 以及聖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所有魔鬼的能力 我們都可以聖過 斷會有什麼能害我們 沒有邪靈可以害到我們 神一定會保守 我希望大家記實這句金句 記實 我們有權力踐踏蛇和蝶子 有聖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以及耶穌給我們權力 在馬可十六章十五節開始 開始說到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惡門徒 奉父子 你們要將福音傳到普天下 然後信而受使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定罪 然後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趕鬼 中文聖經翻譯 全都用鬼字 其實是應該翻譯成邪靈的 因為中國人很多時候 以為死亡人變成鬼 其實不是趕鬼 而是趕邪靈 就是奉耶穌命趕邪靈 能夠說身謊言 以及手能拿蛇 若渴了什麼動物 有必不受害 這些就不是我們日常做的 就是不用經常去吃毒 或者找蛇來摸 這是在受迫伯的時候 但是我們也可以手按病人 病人就比好了 主與我們同工 用神職除了正實所存的道 就是神會與我們一起 正實所存的道 就是神的工作幫助我們趕邪靈 所以我們有權並 如果耶穌吩咐我們做 沒有理由去趕邪靈 反而被沾染 只要這個人不是在罪中 他在罪中的時候 就是他犯罪不悔改 我們人總有一些罪污 但是你求主赦免 你真心悔改 神一定赦免 還有教會是勝過窩鬼的權勢 馬太16章18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還告訴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 在這盆石上 陰間的權兵不能勝過他 很清楚說到陰間的權兵 不能夠勝過教會 不能夠打贏教會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這件事 我們是可以滿有信心 一定可以脫離魔鬼的權勢 還有這句經文說到 我們如何抵擋魔鬼 魔鬼一定要走 雅各書4章7節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 無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這句話說到如何可以趕走魔鬼 信服神 聽完耶穌說 親近祂、遵從祂、遵從祂、祂吩咐 不要抵擋魔鬼 抵擋魔鬼一切的引誘 抵擋魔鬼一切的作為 魔鬼就會離開了 所以簡單就是 信服神 趕魔鬼 那麼魔鬼就一定會逃跑 不過魔鬼是有很多詭計的 譬如有一個人跟人趕過邪靈 然後很驕傲 魔鬼已經在攻擊他 但未必是邪靈附體 魔鬼的影響和附體是兩回事 像比德叫耶穌不要釘十字架 他當時不是邪靈附體 他是邪靈影響他 所以耶穌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但耶穌沒有跟他趕邪靈 即是當他叫耶穌不要釘十字架 他不是邪靈附體 是邪靈影響他的思想 所以奉耶穌明 我們可以相信 邪靈影響我們的思想 令我們想起不好的事 令我們擔心憂慮 我們奉耶穌明可以叫這些意念拿走 我們奉耶穌明走神的路 用神的意念 那邪靈有什麼破壞性呢 犯罪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來做什麼呢 道賊來 無非要偷竊殺害偉衛 這包括道賊可以是邪靈 也包括破壞性的人都可以 他來做什麼呢 偷殺和毀滅 他偷什麼呢 偷你的幸福 偷你的恩賜 偷你的能力 偷你的機會 偷你的家庭 你什麼東西都可以偷 所以一個人 有時候一次的犯罪 可以令到他的家庭破裂 就是魔鬼來偷了他的家庭 他的情緒 他經常想負面的事情 魔鬼就偷了他的情緒 讓他失去了平安喜樂 然後就殺他的靈魂 還有毀壞他所有做的事 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 就是我們做的不要被人 不要叛倒人 那我也順便說一說一件事 譬如很簡單 有時候有些人奉獻的數目給我 我一定有一件事做的 不是給我 而是給機構 我一定做一件事 就是我將奉獻的收據 除了我們這裡之外 也有時候有些人有奉獻的 我一定會拍照這張收據 將錢進去復興宣教士工 拍照傳給他 有人說 魔鬼師我信得過你 你不用給我 我說這件事是我需要做的 因為保護我自己 保護我們的機構 免得有人說 當有人說的時候 我已經傳給你看 有證據的 這樣就沒有人能夠詆毀 不能夠詆毀 有些人是無理詆毀 所以我們一定要盡量 堵住魔鬼的機會 我們做的事 不要讓人有機會誤會我們 或者說我們欺騙 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 這是我們整個生命的小心 我們對人好善待人 祝福人 總是最安全的 經常遵從神是最安全的 任何一句說話 很簡單 你說的話得罪人 人可以說一些說話 你又得罪我 你又不是一個好基督徒 就會將很多東西破壞 魔鬼是很狡猾的 可以使用基督徒 破壞基督徒 互相之間破壞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給魔鬼機會 一發現魔鬼在我們中間 馬上認罪 互相原諒 立即處理生命 這樣我們就不會讓魔鬼留地步 去偷竊殺害毀壞 魔鬼經常想吞噬人 一起讀比德前書五章八節 無要謹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而和敲逐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他遍地遊行去找 看看哪裏有人可以吃得 包括基督徒 其實有很多基督徒被 東方閃電全能神教會拿去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 東方閃電全能神教會的圖片 其中一個中文聖經網 其中一個中文聖經網 是全能神教會的 如果你想要看那一集 很多影片 不過他們的影片和照片 是有一個特色的 你看慣了就知道哪些是 他們就說到女基督 但我問他們 女基督來到有沒有廣道 有沒有影片紀錄 什麼都沒有 如果基督為什麼不廣道 基督來到世界上當然會廣道 我只要求一件事 廣道 他也沒有 所以這就是魔鬼用 但他們很有效 帶領他們拔了很多人 跟從東方閃電全能神教會 他們就是吞吃這些人 關於魔鬼攻擊的錯誤教導 有些人說魔鬼越攻擊 魔鬼越攻擊那些侍奉的人 越侍奉就有效 魔鬼越攻擊 這句說話又對又錯 對是甚麼呢 魔鬼會穩偉攻擊 這是真的 但如果一個人處理生命 他是攻擊不了 這一點很重要 不要以為他做得很好 魔鬼越攻擊 那麼魔鬼一定會攻擊他 是不對的 因為神會不會看著呢 魔鬼做事神會不會看到呢 因為神也不知道 他就去攻擊了 不會的 但這個人有驕傲 他做得很厲害 他有驕傲 他有得罪人 他在金錢上不小心 用任何做錯的事情 這些就是魔鬼攻擊 魔鬼是會找機會 他在女性上 在金錢上 在權力上 在人際關係上 在情緒上 任何一件事他有破口 魔鬼就用那件事 就不是因為他聽神的話 他聽神的話就不會被攻擊 所以我們不要搞錯了 以為你越侍奉就越被攻擊 這是錯的 是越不聽話才會越被攻擊 而有些侍奉得很好的人 都可以被攻擊 譬如他驕傲 自以為是 他覺得自己適合了 這些都是會被攻擊 因為聖經說 我便常與你們同在 你去傳福音 我便常與你們同在 所以我們就深信 祂跟我們一起 祂一定會保護我們 祂一定會祝福聽祂的話的人 有些人說 魔鬼會攻擊那些 經常去趕邪靈的人 但耶穌說 奉我命趕鬼 我便用神跡隨著 證實所存的道 耶穌和他一起 自然會保守 所以趕邪靈 不代表你會被邪靈沾染 除非那個人有罪在他身上 我試過一次 曾經為一個人趕邪靈 他的眼睛空得不得了 在我說邪靈的人中 這是唯一的空得很重要 多數是甚麼呢 有些是害怕 有些是迷糊 但這是憤怒的眼睛 木露空光 然後我看著他 奉耶穌問我吩咐裡面的邪靈 離開 我不是很大聲 就像現在的普通聲亮 他立刻轉頭 他就看著另一個人 在小組裡面 另一個人 看著他 那個人 整個人反彈 立刻跌倒 我們因為小組在梳化上 後來問他 邪靈知道誰在罪中 他便會攻擊那個人 當那個人在罪中 他便會知道他會攻擊 所以我們後來要跟那個人釋放 但是我們深信神的愛 神的道是最好的 聽完神說是最好的 因為神是祝福我們所有的事 祂又常願我們同在 所以我們甚麼都不用怕 好了 如果要長期清理邪靈 亦需要輔導和全面性處理生命 我曾經在我早期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在我們的區 在香港的當時 我跟教牧分享 有一個人請我去教會 他和牧師都在一起 有一個人 他需要趕邪靈 他說他聽到邪靈的聲音 在他耳朵邊說話 他在自己房間 邪靈會在他床上走 他簡直覺得有震盪 有些人會覺得邪靈是靈界 不會有感覺到 這件事 他告訴我不是 另一個見證 在最近有一個人 我又放在網上 亦提到邪靈可以把他放在地上 不是一定是邪靈經常這樣做的 不過他的情況是這樣的 是很大力的 可以很大力把他放在地上 所以他回到那個女人 他跟他講邪靈 即是說他經常感覺到邪靈搞他 他跟他講邪靈 有很大的章圈 很清楚的章圈 他當時來說是覺得很好的 但他不肯做的是 他不肯饒恕她的丈夫 他說我丈夫有信耶穌 我跟他幾十年 他都經常這樣 我說他既然經常這樣 你知道他是這樣 他不會改變 你就饒恕他 你何必生他 他總是說不能夠饒恕他 因為他經常都是這樣 因為他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不能夠饒恕 我過了很多年後回來香港 他一樣有這個情況 我問他 他一樣有邪靈的情況 而當時他兩個女兒都祈禱 兩個女兒都經歷了聖靈 有一個女兒還後來去讀神學院 去侍奉神 他們兩個很大的改變 但是這個媽媽始終不肯放下憤怒 所以我們需要處理 有人對我們不好是他的問題 不關我們事 我們就需要處理 不要讓魔鬼留地 好了 父道是甚麼呢 他與神的關係是問題 他有沒有埋怨神呢 他有沒有不信神 會祝福煩愛他的人 人很多時候會埋怨 但為何埋怨這麼破壞 因為神是唯一祝福我們的人 人的祝福都是從神而來的 我們記實這件事 一起跟他說 所有的祝福都是從神而來的 所有的祝福都是從神而來的 人的祝福都是神給的 人的祝福都是神給的 即是你爸爸媽媽照顧你 當然他很努力 但是他有的東西都是 神給的太陽、雨、水、種子、食物 所以祂能夠做工有果效 所以能夠養你 祂能夠對你好是因為神 供應祂的需要 這樣的時候 當我們埋怨神 就會抵擋神的祝福 以及所有神的工作 所以埋怨神是一定要處理的 有些人說 我信耶穌 為何我家裡有這麼多炒鬧 為何我又這麼窮 為何有這麼多健康的問題 很多時候是自己生命又破口 他有問題就賴了神 還有有些人說 我明明愛神 但是也有病 保羅也有病 保羅的同工也有病 提摩泰也有病 所以有病不代表神 不對你不好 這是人生必定有的事 但是你越親近神 神就越能夠把健康給你 所以埋怨神一定要處理 然後處理任何罪 任何違反神的戒命 都可以讓魔鬼留地步 即是不要輸人 不去關心人 不去愛人 這些都是罪 任何負面的思想情緒 第三 負面思想情緒 叫人低沉和軟弱 也讓魔鬼留地步 有些人經常都不開心 經常都低沉 他一定會讓魔鬼留地步 魔鬼 即是很容易 那些人對你不好 你生氣吧 你沒有用的了 沒有人喜歡你了 你跳樓死了 因為你經常都會給予這些意念 所以低沉和憂鬱 是會讓魔鬼留地步的 第四 人際關係 被人傷害、被人影響 或者太依賴人 不能夠遙恕人、憎恨人、逃避人 都是可以讓魔鬼留地步的 第五 家庭問題和與人之間的問題 這些都會讓魔鬼留地步 更嚴重的分愛情和離婚 都會讓魔鬼留地步 並且是很難修補的 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如何和別人清理黑暗的權勢呢 待會我們要練習 所以大家要記實如何做 第一 輔導 幫助建立與神的關係 以及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尤其是罪 埋怨神 疏怨神 怨恨人 吾饒恕、迷信、低沉 這些是需要處理的 帶領他奉耶穌命 斷絕一切的偶像 邪靈、罪和雲結 偶像、邪靈 我們知道了 罪 雲結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與人不健康的依賴或關係 譬如有婚愛情 或是暗戀一個人 迷戀一個人 而那人是不應該與他有戀愛的關係的 或者是憎恨一個人 在心裏面抗拒一個人 這些都是一個雲結 即是有個裂 有個裂 憎恨的人 他不想見到他 不過他的心經常都會抓緊他 他是不喜歡見到他 不過他的心經常會抓緊他 找他來打 經常都罵他 經常都說他不好 其實就有個裂 跟那個人綁緊了 我們是需要斬斷這個雲結 斬斷這個雲結不是口說的 而是心說 我不要再討厭他了 他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我 他與人有問題 所以他與我的關係不好 但是不要緊 我放手 我越平安 越對他善待 越是能夠容易得到釋放 重點是拒絕一切不合乎神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不只是口說 譬如說以前拜的觀音 我是恨惡觀音 應該說恨惡觀音背後的邪靈 觀音其實也不知道是人還是什麼 有不同的故事 說他是一個人 不過幾個故事 到底他是一個什麼人 都是一個迷惑 即是不肯定的東西 但是他背後 觀音其實已經死了 老祖已經去了地獄 不過他背後的邪靈 很多人仍然覺得觀音是好的 不敢去拒絕 有些人相信耶穌也是 他不敢去把偶像清理 而且他會請走他們 我說你不要請走他 你奉耶穌不是趕走他 不是請走他 你是知道他是敵人 他是被魔鬼用的 所以我們完全拒絕 任何邪靈的心中拒絕 覺得他會害我們 第三 教導他如何用心靈的祈禱 就是思想意志感情和靈 整個心靈 愛慕神 思想認同聖經所說的 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美善的 一定祝福愛他的人 決意跟隨耶穌 以及感激耶穌 喜歡耶穌 經常都喜歡耶穌 神就會更加容易充滿我們 我們就以神為樂 教祂愛慕神 我跟別人祈禱 不是只是這樣說 教祂 喜歡神 如果最簡單 耶穌就在這裡 你想想神做這麼好吃的東西 你想想神這麼喜歡你 你就喜歡耶穌 歡迎耶穌 想天堂多好 我就喜歡天堂 這已經是學習去喜歡神了 喜歡是跟靈的祈禱很接近的 當你天天都喜歡神 神啊 你真是好 多謝你做了這麼好吃的水果 多謝你做了這麼好吃的食物 多謝你感動我 多謝你 多謝你 心裡經常都是這樣的時候 已經是會喜歡神 一想到神就歡喜了 如果大家還沒有這種習慣 我希望大家天天都培養 一想到神 神真是好 行路、乘車、洗碗 都經常都會說 神真是好 神正在親我 第四 如果我們本身多用心靈敬拜神 又處理生命的問題 又沒有發現邪靈 影響可以放心為人按手祈禱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邪靈的話 如果有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 譬如你還是經常有情緒 還有 睡覺也會有邪靈 搞要 鬼扎的情況 你就不要跟別人說邪靈 因為 你沾染了那個人 如果你有邪靈 那個人有破口 就可以沾染 沾染的時候 你就要跟他清理了 但我們成熟的經驗也不用害怕 我們就要奉耶穌命 又趕快出來 如果真的有沾染的話 不需要成為一種很大的壓力 如果你的身上沒有邪靈 和沒有嚴重的問題 你處理的時候 你可以放心為人按手祈禱 在講邪靈的時候 其中一個方法可以用的是看著他的眼睛 這件事 聖經沒有說的 不過我們又發覺很有用 因為有時有些東西我們用都未必 聖經有說的 電子儀器 聖經時代都沒有 但我們都會用的 看著他的眼睛的理論是甚麼呢 因為邪靈在裡面 看著他的眼睛 而我們真的發現是這樣的 我試過跟別人說 看著他的眼睛 他馬上反應 是很快的 但有些人也不習慣 有些人覺得不習慣看著他的眼睛 沒有什麼反應 我就說黑了 但有些人很明顯 看著他的眼睛是有反應 有些人跟我說 聖經說右手是權兵的意思 看著他的眼睛 這是一個可能性 不過他左右看就不好了 看著左看就不好了 這樣就會分心 看著他的眼睛 最好可以看著右眼 你有信心 不要害怕 趕邪靈的時候是不要害怕 因為你怕邪靈可以攻擊你的 你看著他的眼睛 你又不用太聲 你又不用罵他 奉耶穌命 我吩咐裡面的邪靈要離開 奉耶穌命我趕邪靈出來 這樣的時候我試過很明顯的反應 強烈的就是大喊 另外有些人好像昏迷一樣 有一個人 他一看著我的眼睛 好像有一塊黑布 這個就是邪靈嘗試去蒙蔽他 他就看著黑布 黑了 看不到 有一個是比較嚴重的 整個人好像暈倒了 但是他說我聽到你說話 但是我不能夠出聲 我們一直叫他 你放鬆 吹他出來 吹他出來 有些聖經的可能的根據 沒有很明顯的根據 是奉耶穌命吹的邪靈出來 因為耶穌不是向那些門徒吹一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 好了 這裏給我們看到 聖靈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為甚麼吹氣傳遞呢 因為聖靈與我們同在 亦都與我們的氣一齊 吹的時候 耶穌也說 向他們吹一口氣 叫他們受聖靈 有很多恩公服侍者 你見過我都是會吹氣的 我自己也做過很多次 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一吹下去 現在不可以用口罩 你一吹 立即有反應 不過吹的時候 你不要吹向他的臉 因為可能有一點口氣 他聞到不太好 那麼吹的時候 真的會有人即時經歷神的工作 邪靈哪裡來的呢 是墮落的天使 天使哪裡來的呢 是聖父聖子聖靈創造的 所以跟聖靈有類似的聖質 就是一樣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亦可以透過按手傳遞 有些人接觸靈界 那些邪靈也會跟別人按手 邪靈既然可以透過吹氣 可以吹氣傳遞 這是一個理論 不過我們又發覺是真的有幫助 在我趕邪靈之中 其中有一個人 是我去一個人的醫院 傳導人告訴我 他的教友拿了偶像回家 結果他就有邪靈 我去到跟他趕邪靈 趕邪靈後 本來他要進入精神病院 但接著醫生就說 後來那個傳導人打電話給我 他說 現在醫生說你可以出院 前一天就說要進入精神病院 第二天就說現在沒事了 回家了 當時有幾個朋友 我就向他祈禱 我向他祈禱 求主保守他們 其中有一個人 我向他祈禱 他立即遙得很厲害 我就說 聖靈的能力在身上 你放鬆吧 他一放鬆 他立即就大笑 很大笑 在醫院的樓上 大堂那裡 接著 再祈禱一會 他就哭了很久 哭了20分鐘 哭了很久很久 然後再大笑 我第二次跟他祈禱 的時候 他的筋全都紅了 頸全都紅了 血管全都膨脹 他就好像很多的捕囑 我奉耶宗明趕邪靈的時候 他就這樣捕囑很硬 我就說你放鬆吧 吹他出來 一吹 就鬆了 我又跟他趕邪靈 又再緊張 我又說奉耶宗明 吹他出來 又鬆了 就是如此地繼續做下去 他就在地清理 這個人是很明顯的 反應是很清晰的 就是看到他一吹 立即鬆了 當然我不是說這是必然的方法 這只是一個方法之一 我們也可以觀察對方的反應 看看有沒有邪靈的彰顯 問問對方有沒有感受到 裡面有沒有不舒服 或者有能力抗拒 或者頂住 有沒有頂住 有沒有不舒服 有的時候 就看著他眼睛 看看有沒有蒙聾 有些輕量的邪靈 是會蒙聾的 即使我講到嚴重的 好像黑暴 再輕一點的就是很蒙 再輕一點就是少量的蒙聾 也可能邪靈嘗試去蒙蔽他 邪靈可以彰顯的方式是甚麼呢 令到他不能夠開聲奉耶穌命 祈禱或趕邪靈 身體無力、失控、硬了 那時候我試過在我經歷聖年之後 有些年輕人進入我們教堂 一祈禱就整個硬了 跌到地上都不動 不斷硬了 當時我又不知道是邪靈 我便叫他認罪 認完罪便鬆回 這也是我在經歷聖年之後 發覺很多這樣的經歷 接著就是身體無力、失控、呼喊 看到趕邪靈的眼睛就會蒙蔽 裡面有負面的聲音或意念 有些人會說你不能夠趕走 我不會離開 我就說你奉耶穌命 跟祂說 閉口 我一定要趕走你 我是有耶穌遮蓋 你一定要離開 第八 你留心聽聽就要做了 我看到這些 邪靈或黑暗的勢力會被清除之後 人們就會覺得興省和喜樂 但很多時候人們因為深藏著不同的 不合乎神的意念和壞習慣 對方需要每天處理才能夠把邪靈完全趕走 因為有些人的生命太多破口 太多負面、太多憤怒、太多罪 是不會一下子趕走的 好的 好 那我們現在會做什麼呢 首先就是集體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會集體斬斷邪靈 集體去趕逐邪靈 然後 如果你覺得你不是有邪靈的影響 你兩個兩個去做 總之為人趕邪靈的那個是不可以有邪靈的那個 然後就操練為他趕邪靈 如果你有些人覺得嚴重的 你出來我就為你祈禱 現在我們一起出來 每個人一起去祈禱 去幫助我們去清理任何影響我們的地方 不過集體的趕邪靈有時的力量都很大 因為集體的祈禱的力量是大的 大家可以收起一些椅子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你們站近一點 你們站近一點 站近一點 我站在前面 站到前面 我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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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欢迎耶稣 欢迎主耶 我们真的很感激祢 祢是救我们的神 祢是怜悯我们的神 祢是祝福我们的神 祢凡事帮助我们 有祢我们就不用怕 有祢我们就蒙福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 以感谢为祭 献给神 主要我们多谢祢 有神万事足 释放我的灵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够敬拜祢 使我能够灵和神很通的 释放我的心灵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够灵 释放我的灵 来敬拜祢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祢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赞祢名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赞祢 释放我的灵 来敬拜祢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主啊 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祢 神祢喜悦的 我们献上一切给祢 我整个生命献上给祢 祢是欢喜的 我们将生命献上 祢和神说 神啊我将生命献上给祢 求祢使用 求祢祝福我的生命 求祢与我们同在 加力给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命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充满我们 更新我们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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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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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有神万事足 有神万事足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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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婆家 院生存在 祢持人 goofy 多谢他 多谢天父 repeats chaft地 多谢你 尊费 百腓 我 我 我 哈哈 耶稣 喜 爱 笑 障 爱 我 我 我 哈哈 愛笑是將我 在他失相在 耶穌氣愛笑是將愛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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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叫我們喜樂平安 興省 哈哈哈哈 多謝耶穌 哈哈哈哈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哈哈哈哈 天父愛我 哈哈哈哈 天父愛我 哈哈哈哈 天父祝福我 哈哈哈哈 多謝耶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愛笑是將我 在他失相在 耶穌氣愛笑是將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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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呀呀呀呀呀呀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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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天父 好了 这 muffled 你们跟我一起 去斬断所有不好的事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斬断和所有罪的关系 我斬断和憎恨罪的关系 我要放下憎恨 放下不饶恕 放下贪念 放下抗拒人 拒绝人 藐视人 奉耶稣的名 我斬断和这些罪的关系 斬断任何淫义 我放下任何淫义 斬断和淫义的关系 斬断所有偶像的关系 如果以前有拜过偶像 拜过观音 拜过黄大仙 我奉耶稣的名 斬断和观音邪灵的关系 我奉耶稣的名 拒绝观音的邪灵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拒绝黄大仙的邪灵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拒绝迷信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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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道教的邪灵 拒绝佛教的邪灵 所有庄香拜偶像的邪灵 所有庄香拜偶像的邪灵 我都拒绝 所有进庙子做过的仪式 我都斩断和你们的关系 斩断和魔鬼的关系 叫我心里拒绝偶像 拒绝邪灵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我都斩断这些不健康的云结 有憎恨人的 我放手 我饶恕他 祝福他 有拒绝人的 我放手 有惹人的 看小人 我们拒绝 我们有依赖人 过度的依赖人 不健康的依赖人 求主赦免 帮助我们单单依靠神 不是依靠人 帮助我们斩断这些不健康的云结 我们不是拒绝的人 而是拒绝那种不健康的关系 我们斩断这些不健康的关系 但是我们祝福那个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有任何错误的信念 有些人常常担心 沾染 常常担心被邪灵攻击 我们奉耶稣的名 我们宣告不需要惧怕 我们宣告不需要惧怕 我们可以兴散自由 因为耶稣自给我们拳兵 所以践踏蛇和蝶子 有圣国仇的一切能力 断会有什么能害我们 求主释放我们的内心 拿走负面情绪 拿走不开心的地方 拿走烦恼 激气 惧怕 有时我们怕人 怕和人交往 奉耶稣的名 我斩断这些惧怕 我可以得自由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耶稣自给我们平安兴盛 有人不能专心祈祷 有人不能专心祈祷 被邪灵影响的 被邪灵影响的 后主释放我们 能够专心祈祷 专心看圣经 拿走一切迷惑我们的邪灵 多谢天父 哦 好 没有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